最新的财经焦点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上周在苏格兰举行的 气候峰会上讨 他大胆预言了 一些石油巨头 可能会在30年后倒下 这些公司的股票 也将变得一文不值 更多的财经讯息交给小币 好 我们知道在1999年 当初比尔盖茨他写书 就大胆谈及 他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的 15种惊人变化 如今来回顾 几乎都成真了 比方说我们现在口袋里面 拿出来 就会是一台智慧型手机 以及线上支付远端医疗等等 这个是在1999年 当初比尔盖茨就在书里面提及到的 所以为什么这次比尔盖茨 在气候峰会上面的这番言论 会引起到投资人关注的眼神呢 他说现在全球会朝向 舍弃化石原料 往干净的绿能 或者是可再生的能源来去挺进 所以很多的石油巨头 接下来恐怕都会面临困境 他特别强调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未来的30年 石油企业的价值将陆陆续续的降低 他要提到转型恐怕才会让这些石油的公司幸存 那比尔盖茨旗下包含他自己都已经出脱了石油以及天然气的持股 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全数的出脱了 主要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来观察 其实很多的石油公司啊 他们是亏损大于获利的 比方说好了以爱克森美孚呢 他是美国最大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的供应商 他在2020年的时候亏损了200亿美元 其他的包含像是英国石油公司以及荷兰皇家的壳牌 五年来股价也都是在走下坡的一个局面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在于美国还有很多的国家 他们其实改变了能源相关的政策 也就是朝向干净能源当作是整个国家的命脉发展的一个重点 再来也就是汽车 我们知道现在电动车的比例越来越高了嘛 不管是中国大陆极力发展电动车 甚至是美国特斯拉的股价 都可以看得出来跟这个石油公司的走向 好像完全走了一个不同的路 因此投资人他们也逐步的开始来怀疑 这个石油公司接下来的价值了 另外要帮大家整理的 不知道大家还是不是航海王还在海上吗 很多的散户们手上有航海王的 之前应该说这三四个月以来 荷包都是不断的在亏损 有人干脆就hold着不把他卖出 反正不卖出就没有任何亏损的问题 接下来有网友就笑说 这个人这家公司是不是巨型韭菜啊 主要的话就在于中环 中环他认赔了航运股 他是光碟片大厂中环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点开始看到 10月25号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认赔扬名了3000多张 损失的金额高达2200多万 那接下来他认赔了谁呢 在11月5号的时候公布了 他认赔了长荣损失也是达到1100多万 这两家公司他目前还是由持固定的持股的 只是这个比例都降低了 所以网友就笑啊 这个中环是不是最巨型的韭菜啊 韭菜吹又生是巨型的散户 也是要说这个好像走不出水手的世界 其实不只是公司任赔杀出的几率还蛮高的 对于散户来讲也是苦不堪言 但是对于这些持有航运股的人 最近是不是有一个逆袭了呢 为什么这么说 最主要我们有看到货运的 货柜的航运龙头马士基啊 这个近期的获利是创下 他们有史以来 就是117年来的新高 非常的不简单哦 那在第三季的 他的营业的利润 是增加了将近四倍 其他的包含像是日本的商船 日本的游船 以及相关日本的企业呢 都有针对整个航运 接下来的展望上修了财测 所以大家接下来就很期待啦 货柜三雄第三季的表现 以及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的展望又是如何呢 可以先从货柜三雄 他们第三季搅出来的财报 就知道非常的亮眼 不管是长荣 不管是阳明 不管是望海 其实都是计增了 两到四成左右 特别在于阳明今天的股价呢 是一举攻上了涨停板 所以对于很多的投资人来讲 这个亏损好像有稍微缓解一点 那预计呢 全年货柜三雄 三家公司加起来 他们全年的EPS 可以来到40块到50块 也就是接下来整个航海王 或许可以走出一个很明确的反弹行情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